差别我失了 小九怎么还不回来啊 偷偷哭去了 投石去关注我们的官博 京城大人赛在这置顶 有直接投石方式 然后如果达姆老师实在不会投 就去我们抄话 京城大人赛问一下 会有好心的达姆老师 互帮互助的 大家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 点点赞好吗 然后我们第三局 基下老百姓即将开始 会直接给大家开启视角 大家记得加加我们代表的粉丝团 我们是漂亮的小红牌子 第三局 加上大人赛在这一边 请再来个小红牌子 请再来一个小红牌子 我们下路的小红牌子 给大家帮助的小红牌子 按下来 请再来一个小红牌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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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谁汉少啊 谁汉少肯定有身份 我告诉你说吧 你汉就挺少的 你肯定是老 你是百分之百的老 跟你换命啊 让我爹了吧 是不是让我爹了 这是我 然后我肯定是好人 这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然后上一盘 我看有人说为什么不自报 那我肯定不自报 因为我没有那么想赢 但是你看 出于战术呢 比如说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他跳了女巫以后 守卫肯定在场嘛 守卫至少还能 守一平安夜 这肯定的嘛 对吧 无论守冤家还是守自己 这肯定是能守一平安夜 所以呢 我觉得我名面也不大 因为第二天他没死 你又会盘 为什么哎 你跳女巫怎么样没死啊 你们应该吃错吗 对不对 所以他也藏不太住 然后我们肯定是 得让戴士说话 人家看戴士来的嘛 我们也没有那么相赢 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自报啊 不是不会玩狼 我要不会玩狼 就没有会玩狼的了 只能这么说 这个应该是在场 所有人没有什么疑议 应该 他有疑 大号人家质疑是吧 好啊 牛乐说你看看 怎么复盘第一局的 然后 然后别的 没啥 就请大号人家出局吧 你在念你头十 你差不多时辰一道 不过 谢谢同志 谢谢翔哥 谢谢AB超 谢谢好弟弟的可爱的粉丝 谢谢西米 谢谢HY 谢谢Malance 谢谢唐大门 还有一个密兔 然后我验了八式精水 然后具体身份我就不报了 因为流行这个东西 你知道 就如果我报出来就显得自己格格不入 然后 我觉得一号玩家比较像好人啊 因为具体的我也不太好意思说 因为我跟一号玩家的游戏是在游戏开始之前 你懂吧 就短了几秒钟 你热是你看我们这边都不热 因为我们这边有排风扇啊 然后但是你肯定是不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你宽厚的臂宝 然后那个风吹不进来 然后我验了八式那个精水 然后我实话实说 我有可能是觉醒预言家 其实还验了酒比较像平民 但是我也不能说 那说出来的话 大家有可能就是觉得我太强了 狼队没什么空间 好吧 我紧挥流 紧挥流打一个紧下的十二 因为好像就只有十二 对对 因为八是我验的精水嘛 然后我就把紧下定一下 别的没有别的没有什么了 然后至于一号玩家身份 就是我 就是至少开始之前 那个我听他身份是比较像好人啊 听完之后我确定他是好人 但很遗憾的是 等一会 那个好人有可能要投同龄师啊 你玩狼 不一定玩得好 但你玩好人是什么水平 大家 你女巫投的第一票 投给的是汉跳狼 你没问题好吧 这我就不劝你了 因为你今天大概率是要投我了 然后别的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对话 你太像好人了 好吧 再加上你 但是因为你上次那个都是汉的时候 你你是狼嘛 但是你跳的女巫也告诉我 别的没有 我希望是七号玩家跟我汉跳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七汉跳的话 我觉得太简单了 好不好 别的没有了 过来 笑的这么开心 我谢一下头识啊 谢谢夏宇的声音的头识 谢谢十亿的头识 谢谢十亿的头识 谢谢卢卡斯的头识 谢谢小滚少爷的头识 谢谢这个六的头识 谢谢大家的头识 我今天都吃完了 很猛 我没觉得二号玩家很像啊 因为 首先我觉得现在是风气不行 本来我们平时玩机械狼板子战边 就靠你们给人家报身份 然后人家身份一认 发个强声 咱们这些人就能好好战边了 结果现在直接就已经发金水 发茶沙了 那还玩什么机械狼呀 反正对于我来说 肯定是 这个让我战边变得更难了 我主要觉得二号玩家不像的点是 对一的定义嘛 说一号玩家开牌前向好人 然后一号玩家这轮进来的时候是 搂着你的大脖子 说你二号玩家是狼 然后你二号玩家笑得十分开心 我觉得经过这番对话 你还能认为他是个好人 这就让我很困惑 因为他是搂着你通灵师的脖子 顺利上定狼 并且他会抿到你这张狼 而沾沾自喜 其次你说一号玩家这轮 还是要投你通灵师 那你既然已知一号玩家是个好人 我认为他几下是 你是个真通灵 他是可以站你边的 但是你还会认为他这轮要投你 我是觉得你像一张老人牌 你觉得一号玩家这轮会站队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分享 具体还要听听后面对跳 以及八号玩家他发的精水的发言 反正我是第一个听完二号玩家发言的 我认为二号玩家不太像 我过了 我觉得三号玩家偏好吧 我觉得三号玩家偏好吧 然后也要双狼 因为我听一号起身的那个状态 很像是想演一波翻身浓浓把歌唱 但是他很紧张 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汉是晚上扣盔扣出来的 还是真的紧张 就是他不太像是真的翻身浓浓把歌唱 然后二认一又认得太快 按理说一号直接说我要外楼二号 二号是一个通灵师 他起跳了 我还是迅速的认下一 真的不太像二的风格 真的不太像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一二是双狼的话 三可能会放一放 这是我对井上的听感 反正就三个人发言 因为三也觉得二不像 我也觉得二不像 因为这个板子是有通灵师的 你见到身份你就报呗 了不起是个守卫 不敢报 我觉得就是他怕发错 那这样的话八二还真可能跟二不认识 他只发精神 然后说一句那个身份不太知道 不敢报出来吗 他如果报的清晰的话呢 可能那个二八就有可能是共编了 我觉得八可能跟二不认识 我觉得二十郎一很像是在演 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 先分享这么多 过第二 八金水啊 那个确实验了八号玩家 然后 这个板子应该这样严谨来说 不能叫八金水 像我验过八号玩家的底牌 他不为茶沙 没毛病吗 Oh my God 太高级了 折服于自己的发言 因为他的任何一种身份 都有可能是老鸡 没毛病吗 所以只能说明他跟你是不见面 因为我验过他 然后我的心路历程是本身呢 这把是想验十号玩家的 因为开牌呢 我觉得你不太好 就是看完牌 然后我说你不太好 但是你给我的反馈 你说你觉得我不错 我觉得你摸狼人不说不敢 但是会不会这么回答我 所以我没去验你 然后验了八号玩家 然后那个一号玩家跟二号玩家 因为二号玩家在我眼里是汉跳狼人 然后一号玩家 我觉得那个状态不像演的 我的井会流会打成 九号玩家和十二号玩家 一张井下的十二号玩家 和一张九号玩家 我觉得后助理不太会再有钱 我为什么往后助理打啊 我的思路是 三号玩家呢 前置踩了一脚二 以至二号玩家为狼人的情况下 三四都不占二 而我认为四号玩家的发言呢 井上偏好 所以三在没有打 二号玩家 就是强打二号玩家的情况下 我觉得一三四都偏好 就不可能保了两狼的 我觉得最多我保错了一个位置 二是前置的狼人 那么后置位 以及那个因为八已经验过了啊 井下就有可能会开狼 那么我就把重心放到后置位 好吗 呃 如果前面保错一个 那后面还有两个 就是在我的号码牌的后面啊 然后所以我把井辉流改成九跟十二 假设 九号玩家真的有二号玩家说退水了 那我就变成十一十二 但我觉得这是不可 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我只是说严谨一点 然后希望因为八号玩家 呃 你就去看嘛 所以我觉得呢 你能感受到二跟五 谁更像那个 给你洗头的 谁更像那个真通灵啊 然后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井下 当然我也会去判定其他位置 以及你的身份 我个人觉得 我非常像通灵师的点在于 因为我还 他是完全觉得要再给你洗头 而我在考虑你的身份 会不会是老鸡 呃 但我觉得你目前为止 以你刚才那个反应 我觉得你就是 那个我验出来的好人 这是我井上给的所有判断 我是通灵师 九十二顺验过了 呃 谢谢前面车车的头十 你这个话听的不太舒服 我非常想通灵师的点 你就是啊 如果你试的话 这个话稍微扣分 没关系啊 呃 我得井下听一听啊 井上没那么容易站边 因为我自己觉得二号牙跳的还行啊 没有那么差劲啊 三四是怎么噼里啪啦 全部都认为二一定不是啊 没法理解啊 然后五号牙 我觉得你应该对四有多一点的拆解吧 我觉得 因为四号牙是打了一二两个狼 他给了输出是因为一号牙很像狼 所以二号牙保一 二号牙也不太能是那个通灵师嘛 虽然他用那个二号牙没有给明确身份 拿去采了一下 但主要的是通过一的这一个点 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在觉得一不像一眼的情况下 跟四号牙这一点完全是相反的 我觉得你应该对四有多的拆解 或者对四号牙有一个小对话啊 什么的 我自己这么觉得 呃 井上不一定吧 井下还得听听 嗯 还得听听 但是这群游戏其实也其实暂时井上也没有什么事啊 因为咱们那个小班不是在井下嘛 十二号牙也不是不可以压个手 咱们直接就是把好人家直接决定本剧游戏这个井会在谁头上 不能说战边一定跟着你来 但我觉得你至少你在这个位置你做一张 双精水在不盘你是机械狼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你投个井会票没啥问题啊 我是这么觉得的 而且我是观察到 二号牙在给你发那个精水的时候 包括我花牙发精水的时候 我都有特地过去看了一下你 我都没觉得你很像机械狼的感觉 而且我赛前闽牌 我一开始说你是铁匪 你回了我一句 打我试试 就打一下我试试 但是这个意思 我说我赶快收回去 我说嗯 我觉得你像好人了 所以这结合赛前的闽人的话 我觉得八号玩家应该是好人 就是不盘那个机械的那个东西 好吧 然后我还抿了一下三号玩家 三号玩家是就是抿了很久 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觉得你是要起跳的牌 但现在紧张听你发言 我可能会把那个敏值给给他摒弃掉 我觉得紧张发言没什么太多的问题 至少听起来是这样的 好吧 然后我是好人 听听后面发言 好吧 紧张我觉得听听他们俩 第一给身份嘛 身份还得给实了 我觉得 我觉得不知道谁带着这个风气 就就不那个 这不是增加我们站边的困难吗 以后现在汉跳都没成本汉跳了 属于就是 你带的是吧 行 你都要好好显示一下 十一号玩家啊 过了过了 我站五啊 这肯定出二啊 二号玩家 他拿狼 别人一说他这狼 他就笑 真的 你们看看 从一号开始 他二号 二号就一直在笑 他不是 为什么呀 为什么拿狼这么高兴 别人一抓你是狼你就笑 不是 为什么呢 怎么现在玩狼 你就不能假装生个气啊 打错了就不行 然后那个二号和五号都没报八号身份 但是这俩人发言明显能感觉出来 五号是知道什么身份不报 二号是想报报不出来 确实是这个感觉 所以 所以我站边 我站边是跟五站边 然后 以后能不能改改 咱以后拿狼人能不能别人 你打你 然后你你捂着嘴那笑 有什么可笑的 我真不懂 好吧 那我就跟五站边 然后 我会出二号 我过了 九号玩家 九号玩家 感谢下头十 感谢下大欧皇哥 感谢下水燕 感谢小九 感谢下车车 感谢下小蚊子窝窝 感谢melons 感谢王王碎呱呱 感谢blenda 感谢耶吱吱 上把玩玩真的头疼 生病了直接 这把听完二号的发言 我觉得又病好了 这不 这不刚进通灵师吗 天呐 这为什么 这不很简单吗 因为他没有嘲讽别人 他拿狼的时候 特别喜欢嘲讽别人 然后我觉得 他起身的状态也是啊 然后还有一个事 就是给上一把狼队友 不好意思 道个歉 道个歉 发言实在太爆炸了 12号还愿意抱住吗 但是上把 我觉得你是好人 这把 我觉得你是通灵师 我觉得你是啊 然后五号玩家 那个位置 因为我是觉得 五号玩家 如果是通灵师 直接给出八身份 好像就没人会站错边了 因为他们都是给八号身份定义 五号 二号发八斤水 二号也发八斤 五号也发八斤水 那他直接把八号身份爆出来 那五不是铁士吗 本局游戏就结束了 但是因为五没爆嘛 那也有可能 他是通灵师 他不想爆 但是我觉得 通过状态和 那个 一些判断嘛 我觉得二是 啊 别的也没啥 哎 五号玩家 也还不好 他视角 他只进到了一个三 那四打一二双狼 那一二四三四 这拆解 没太拆解好啊 关键还是看小巴斯 景下怎么投票嘛 肯定钢铁好人嘛 对吧 双精水 我是好人 我站二 我过了 谢谢鲁士 谢谢鲁士 表哥 谢谢塔塔 还有昨天三个投食忘谢了 但是我有带吃 谢谢大家投食 那个 我觉得你病美好 可能需要一瓶牛的毒药 给你治一治 你说TeeM二号的方言 感觉病好了 七号嘎嘎大笑 你说阿尔夫铁通灵吗 七号 他把嘴说出了 二 二拿什么当通灵啊 他现在满脑子都在想 我是自爆还是不自爆啊 他只有在想这事了 二号玩家是这样的 他说我是觉醒预言家 我理解你 你没见过那张牌 那个牌写的是通灵师 咱这版的没预言家 我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啊 我觉得弦之为的三号牌不太好 因为我觉得这把站边很简单 我站边五号玩家是因为开完牌 他就说觉得我不太好 我觉得他特别好 然后所以我本来开牌就觉得他好 他一跳就更好 而且我觉得 二不是都被一点爆了吗 三号玩家有这么痛苦吗 二号玩家开心的原因是因为女屋夜太长 觉得又砍到女屋了 好吧 我觉得三号玩家的底牌很很很微妙 我只能说你的底牌很微妙 好吧 这样咱也不能把二号玩家打死 给二号玩家一个爆出八号玩家身份的机会 行吧 你让他爆一家伙 八号玩家说福利局 那您又该如何应对呢 是不是 吃点吧吃点吧 我觉得你不太行 那我就觉得二不像 我就二被一打爆了 一铁好人 老弄卡的大汗淋漓的就 我觉得八号年的底牌像平民 好吧 我觉得八号年的底牌像平民 那个二号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吧 别的就没了 那个 要下回汉跳 谁让你跳你就让谁跳 谁让你跳你就给谁发啥啥 不是让你跳吗 你蹦他们就完事了 好吧 然后前这位的四号玩家说 觉得一二双狼 但是我觉得一比三好 我个人觉得一比三好 然后长达老师这一把感觉还可以吧 好吧 那就听听长达老师的发言我过了 感谢长达的莱卡粉 感谢比长达小15岁的女友 感谢周妍宝贝 都什么 不是啊 不是啊 乱写的乱写的 那个我上井 其实首先就是想表白一下你说的那个 那要如何应对呢 就那个老师啊 刘启恒老师 我听说刚刚还夸我在超话里面 我也特别喜欢刘启恒老师啊 如果上一轮我觉得是刘启恒老师拿刺客 肯定就是直接上来就刺刺到那个守卫了 后面可能就更厉害了 哎我我这样 我跟你们复盘的时候说 沉寂在上一局的游戏里 是不是大概率都是好人 所以我现在还沉寂在上一局的游戏里 所以我本人就是好人 不用标水了都 肯定是站边那个谁啊 五号啊 因为二号玩家 你其实他们都说你被一点爆的点 他没点出来 我跟你讲一讲 一说二号玩家你脸上为什么没汗 二号玩家说的是我们这边有风 你那边什么被挡住了 你不是应该是你睁过眼啊 你是通灵师你睁过眼 所以你没汗啊 对吧 对啊对啊 那你为什么说什么有风呢 这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所以你肯定就不是 所以这是你被点爆的点 所以而且他说什么 觉醒预言家验了八金水 九也是金水 这都没听懂 然后我认为五号的那个景徽流啊 九十二也很好 我就肯定是 逻辑上肯定是站边五的 所以我觉得前之位七啊 十啊都是好人 就九的发现再听一听 九是给二站边二的嘛 所以再听一听九 而我觉得四可能这局我们是共身份吧 因为你的汗也挺多的 我看着 而且你也是点了二的问题嘛 你也是要站边后面的嘛 三我确实没听出来 因为我听了十是好人 十共计了三 就再听一听嘛 没听出来 这是三六九 然后景下是八总归是双金水 我觉得七是好人 四和十项好人 我对前之位的定义 我好人 好吧 站边一下五号过了 所有景上玩家发言结束 就是玩家行列灯 人在景上的玩家有 二号三号五号 请景下玩家就要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八号投给五号 十二号投给二号 评票PK 由五号玩家先发言 五号玩家请发言 哦 那景后有俩都是狼啊 九十二 嗯 没了 本来就是二十八里面选验的 得亏没验你 验你 你给八发 我给你发茶茶 别的没有了 我们拆解一下 其实我呢 跟大家想讲一下啊 就是我呢 作为预言家 通灵师 这个四号玩家 我认为他单独的发言 是好人 跟他有没有打过 他跟我心目当中想的不一样 我个人觉得一 景上那一段表演 发言 勾肩搭背 比较像好人的状态 一下起来了 起码跟上吧 咱们看到不一样 那四号玩家的发言呢 是比较轻松的 不是说四打了一 我就一定得认为四号玩家必须进我的景会流 他可以是狼人 我外出的牌 牌完了以后 我再把它放进去 这是我打的一个方法 然后 但三号玩家 我警上就没说你一定是 但是我说不留景会流的原因 是因为你去攻打了 所以我认为大多数的狼人会出在我的后职位 这是我的想法 那我能给到的就是 八号玩家 投对票的 然后那个十二号玩家 在我没有听到您发言之前 我得打您是狼人 然后还有九号玩家 警上 他也没有去攻击前置的七啊 或者说点评六啊 他就觉得二号玩家这轮 状态特别像 所以九号玩家也得是 那个狼 就是九十二 二九十二 是三个小狼 外之位 再找一个老机子 七号玩家 警上 歪哥的发言是 全部都站了五的边 我就应该觉得歪哥是个好人 如果歪哥是那个倒钩的机器狼人 我觉得应该那就只能和外之位去抢 所以我现在先把歪哥当作是一个好人来打 好吗 然后其他的位置 因为潮南是站的我的边的 我就说如果有倒钩 我会根据其他所有人的发言 去找那个倒钩 因为毕竟九跟十二在井上 已经抢了那两个位置了 二九十二 是已直的位置里面 我就很难再去打到更多的位置 怕其他的好人如果打到的话会站错边 好吗 别的没有了 我觉得六号玩家 井上还行 我这样我井灰溜溜确实慢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局大家也不会突然结束 所以我只是想拆解一下大家的那个 那就这样 我们验个九 验个六 好吧 因为十二号玩家不可能我的通灵师还会立马冲票 他就只能是个冲票的狼人 然后九号玩家呢好像用了很多理由去打 那就看看九跟六 顺艳 然后其实对我来说 自己 自己来说这个六跟三的位置 是我要着重听的 因为我要去排最后那个狼坑 所以我就先把井灰溜流成九跟六 然后听了大家的发言 我再给拆解 我八号玩家已经投对票了 然后大家也站对边的情况下 我觉得不需要爆出他的身份 大家也能找到 我过了 真的他永远是真的假的 他永远争不了 那么八十个猎人 然后我说一下 那个头十有所更新啊 就喵喵 我是在我是这么觉得 其实因为我赢了两把 这把我输赢 其实和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我说一下 我接受不了后面所有人的发言 首先一点 我以前主张的就是通灵师报身份 但是是你们说通灵师可以不报身份 所以我没有报 因为我验了八十猎人 所以我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我紧会留言这个七 好吧 因为我就是搞不明白 他紧张是看大家都站着 对他笑呵呵的 就是什么说我是老 我在那边笑还是什么 这只是四个发言 就是舒老师 如果你本局游戏 如果你又是好人 是你自己站不对边 和我没有关系 对吧 因为五也没有报身份 我等会看你怎么投票 现在我报身份了 我说八十猎人 你刚才说通灵师就一定要报身份 对吧 因为现在五没报嘛 他说八站对边 别了 我也我也希望八 因为好像你好像不能是那个 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十二肯定 不能是那个什么机械狼学了猎人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站 然后呢 我们假设一下 我为什么说十号是狼 因为有点离谱你知道吧 因为他每次如果这一句游戏 他不是狼 他凭什么去欠酒呢 因为大家好人都是自己站自己的 对吧 他 因为我是通灵师 我们假设 因为我现在定九十好人 那如果九十好人 首先十排出了九 是狼人的那个东西 对吧 他说 六号玩家自报 作业平安夜 请各位佩戴航面具 有没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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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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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 感谢观看 也可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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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 最后 感谢观看 给我们 大家 我们 是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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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